只有臭宝的撒金龟被羊都不哇塞了 寄给咱了 咱继续挑战臭宝门人寄什么花 就帮他救活什么花 这个寄养是免费啊 再说一遍 但是呢 羊死了不赔哈 快递费要自己出 打开看一下 花有梅的养花技术 就是那么的朴实无华 就是那么的惊为天人 人话说老爷还能救花吗 可以的 这人是挺天明 这个呢咱们稍微用水给他泡了泡 因为来的路上可能会有一些脱水嘛 稍微给他泡了两分钟 接下来呢给他配点药 配点这个发根的药 生根的药 放点生根液就可以了 放点杀菌的预防一下 接下来呢咱们给他救活 很多的臭宝就说 老花一其实没什么技术 就他家的土好 他家的声音也好 才能把花救活 这样的那的 就有的话人也说了 哎呀就老花一那个土 你给了我我也能会养花 对他就这么个事 就这个土好 加来呢拆一包 花盆 小一点的才好呢 嘿嘿嘿 我看到这个花柔镜要笑 其实这个 其实这个最好的种植方法 就是卧龙 就这么给它斜着种 是最好的你知道吧 就这么斜着种 事前想后啊 我觉得还是给它找个这种 这种比较好 看到没 就这样躺着种 但是呢这个有一个缺点 就是这下边不漏水 你看到没 我在想找一个下边既能漏水 这钻几个洞不就行了吗 哎这样种的话就信心十足了 卧龙 就这样卧的种 这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水给它浇透 透水性蛮好 这为什么躺的种吗 深蹲吗 对啦躺的种爱发根也臭薄 而且不容易出现积水污根 放起来就好了 这样就完事了 不要强光暴晒啊 保持土壤潮湿 就这么简单 有了老花一的土 就养花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绝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啊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意 白了 抽包